大家好 今次介紹一下上次我們回大陸的不愉快經歷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上次就是透過微信 用跨城拼車回大陸 這個途徑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微信可以支援到 Code的的 即是你在深圳那邊就叫的士 那你就可以回大陸 晚上11點多鐘 都可以叫的的地回大陸 就在羅湖那邊接你 這樣就可以了 早前我們就上網提前約了司機 那司機就聯絡我們 拿回電話號碼 聯絡他 還有他的手機號碼 微信都加了 就出發之前幾天已經 確定了這些資料 行程時間等等 那系統平台都已經有錄影 那我們到時候到後 就通知司機 跟他聯絡就可以了 事發當日晚上 我們那時是11點多鐘下班 那我們就在羅湖那邊過關 就去到羅湖商業城附近 那個天橋底等的司機 那司機也有聯絡我們 就說這部車什麼時候就到的了 這樣就 這樣就 先繞個圈 轉頭就會載我們 那我們在那個橋底那邊 就等了一陣子 那司機呢 就還沒見他蹤影 誰知道呢 轉頭就說 咦 我還沒空 那我有點急事 我叫了我弟弟過來幫你們 載你們 誰知道呢 就轉頭叫我加他的微信 那我們都照聽 沒辦法了 那時候有一點鐘 那加個微信 那加微信說 那個司機就會 哥哥就會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都聽到電話 就知道車牌號碼 就說是他弟弟來的 那我們都照顧他弟弟 那車真的來了 那我們就 沒辦法了 那晚上我睏眼 就上這部車了 那上這部車 那時候就沒什麼 可以什麼選擇的了 那我們就 就上了 那上去 一直這樣 不是回大陸的 大概起碼坐兩個多小時 才回到我們鄉下 那因為有些事情要搞 那一直這樣上 就走高速 OK 沒問題 那上去 那現在司機起碼大半個小時 就叫跟我們說一聲 咦 可不可以幫忙取消一張單 然後我們心想 咦 為什麼要取消一張單呢 那我們的單是真的接單的 這個平台是支援到行程的 可以trace我們的行蹤 可以report司機等等 為什麼我們要取消一張單呢 那我們都跟司機吵了一排 為什麼呢 那都沒辦法 那因為去到那個時候 已經去到一些高速的路段 這樣你又不上不下 那個時間差不多成十二點多鐘 那都沒辦法 那我們都唯有取消 那我們都第一次 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那取消 那我們都照取消 那他說 你不取消的話 那我稍後又沒有錢入油 等等的 藉口的 那你都要取消的了 那取消了 那我們不知道究竟就這樣退呢 會不會說要罰錢 那司機說 那相信我啦 罰了錢 不要緊 那我只要扣個數給你 那就OK的了 例如三萬元 那如果平台罰你五十元 那你還付二百五十元 那我就OK的了 那就說 那個人是他哥哥來的 那個哥哥 那我們都沒辦法了 沒有理由說不相信他 那是哥哥 那都心想 應該可以 哥哥給你錢的 為什麼要取消單 而說要入有錢呢 那你入有錢也不夠嗎 難道這樣 那我們都沒辦法 叫做騎虎難下 那就 還要付錢他 我們就照取消單 還要付錢他 那就微信給他 例如三萬元 還要付錢他 那一路走 就有點奇怪 走到差不多 去到收費站 那他都不自覺 去做的 那叫我們乘客 把卡給我們 我們都心想 你什麼事 無論要把卡給我們 原來是叫我們幫他 他又不出聲 然後 嘟完之後 我們都很無奈 為什麼要幫他 嘟呢 你應該過閘口的時候 你應該是自己嘟的 然後 還給他一張卡 嘟完 開車 一路走 他沿途 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感受 一路在那裡說話 跟別人聊天 聊天 聊天 當時是高速公路那邊 整件事都是很危險的 然後就一路在那裡說 很吵 很吵 夜晚特別 但是覺得他很煩 不斷跟別人說話 又不知說些什麼 鄉下話 聽不明白 不知說什麼 算了 當你聊天 我挺適合聊天 聊天 但你小心開車 麻煩你 然後就在那裡走 走走走走 去到那裡又停下來 來一個收費站 又停下來 然後停下來 發生什麼事呢 那他又不發聲 然後一個人就直接自己下車 然後就把我們扔掉 你知道收費站的地方 旁邊有些士多 然後就去了士多 買東西吃 還有呢 應該去了廁所的了 應該前頭也差不多10分鐘的 回到那裡 我看到他拿了一些東西 應該有些食物 回來後就在那裡走 應該是一些檳榔 就有檳榔 不知不是晚上太夜 人家點幾兩點鐘 就要提神 就不斷看到自由檳榔 自由檳榔 真是整個事情很失敗 另外就在那裡走 走走 他又不懂路 他就根據這個 不知道什麼地圖 這樣就去一些魚塘那裡 魚塘那邊 哇 這些是一些小路來的 我心想 哇 你究竟怎麼走呢 會走到那些小路呢 你應該走大路的嘛 整件事是 好像被人拐大了 他在一個地方 但是幸好 就看到他是跟著地圖去走的 又不知他用什麼app 那就幸好 真的跟著路線 就不是拐我們去 不知道哪裡 那因為我們已經是失聯了 因為其實是 那個系統已經追蹤到 我們已經在哪裡 因為那張單已經取消了 有他載我們去哪裡就去哪裡 就像任人魚肉一樣 幸好已經坐了兩個多鐘 差不多我們去到我們鄉下附近 我們那時候都放濕下來 真的送我們回鄉下 就不是送我們去拐賣我們 我下車也很沒禮貌 隨便就叫我們下車了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你這麼晚都辛苦 雖然 但是你那個服務態度 甚至你那個收錢的方法 是很差的 你是根據網上那個平台 我記得順風車的話 人頭是每個人要加10元 我們四個人要收40元 總共是300元 就靠40元 即是他應該收到200多元 那他就取出張單 可以直接收到300元 微信支付的費用 他會賺多一點 另外他有個不好處 就是說過一些隧道的話 要錢的嘛 你高速回大陸的話 有些隧道是要90元左右的 整個路程90元 其實很多時候要事先 跟車主談定 究竟你那個隧道費 是要攤分還是怎樣 其實要談定的 以個人經驗 上次攤分了 例如90元 每個人給一半 那就去分享 因為你的車 那個時間 兩點鐘 你已經去到 目的地了 目的地 其實你本身 你本身 都應該要去到那邊的 所以你應該是 一人一半才對的 但他就不是的 他就叫你 你要掃曲 就叫我用手機去掃曲 給錢 我見到他那個 不是一個正常人 都不敢 激怒他 我們按照數 好像當水魚一樣 按照數 就透出90元 在整個費用是300元 再加多那個隧道費 是390元 四個人 搭車 其實 以前 經過我的過患經驗 一個人的話 就是回大陸 如果在廣東那邊 是8多元 再加多 分担40元左右的隧道費 是167元左右 這次要給成390元 真是有時都 心日不甘 沒辦法了 因為我們 都晚上都沒辦法 那個時間 都要給錢 都要硬給錢 就好像困了我們錢一樣 幸好我們人身安全的 錢就沒有了 就隨便 當被騙了 當買個教犯 其實 看回整件事 又不應該 優惠的時候 如果不對車的話 不應該上他部車 那時是愚蠢了 當局者迷 因為那時候 晚上都12點了 應該沒什麼車 沒什麼司機 應該會再接彈 我們都一定要 那天晚上要回大陸 因為明天有些東西要調 不知道是不是欺負我們 這個東西 就覺得我們應該不會取消 應該會上他部車 那怎麼辦 搞到我們要坐他部車 那整件事就很失敗 就好像被他拿著頸子一樣 那我希望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下次坐順風車的時候 記得要多顧一個人 還有 要確認那個司機的車牌 是對你跨城聘車的 那個司機車牌號碼 如果不是的話 是沒有保障的 還有你不可以打電話報警 去調查整件事 因為他不是那個司機 他已經沒有這個責任 還有那個當事人 就可以到時說 不認帳也不出奇 他說他是他弟弟 實際上他不是的 所以我懷疑 那他這些司機 就是透過某些司機 就踢單給他 就可以直接收一個費用 來補貼50元 給那個介紹人 就是我剛剛落平台的那個人 那他整件事 他就有生意 那他人都不用載我們 那變相另一個人載我們 那大家互來互助 那那個平台 是完全不知道整件事 那我聽聞 原來這些網約 那這個跨城柄車 有些是很瘋狂的 有些很多行騙 的手法都有的 那大家要額外小心 就不要像我們這樣 就是中細伏 那當今次是一個教訓 那希望大家呢 如果真的有需要坐 這個跨城柄車的話 真的要額外小心 始終跨城柄車 是一個網約平台的車 那雖然是註冊了 但是他也有機會是 還一些花樣的 那大家就不要就範了 那今條片就是這樣 記得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 讚好和留言 那今條片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